來趕他們 結果第二天 這個趙芬去了 哎呀這個海盜老師就想了一個辦法 既然那個了 他就對合掌對著兩個床上模擬的 好像看著這兩夫妻鬼對他說 爸 媽 你們好好睡 我搬到地上睡 他把地上睡得不想把兩個床空出來 哎呦這睡起來好睡 我一直問字也沒有 一個問字也沒有 結果沒有問字到算了 還睡到五點半就睡不著了又醒了 又醒了 怎麼放在室區睡不著 算了吧不睡了 五點半起來了 後來又問了 又問那個小師傅了 小師傅問 為什麼我到五點半就睡不著了呢 他說這兩個夫妻是老人 他們沒有睡懶覺的習慣 五點半就起床了 所以他們一起床了 你說我睡不著了 然後海盜老師 然後跟他講佛法 拼命跟他講佛法 解脫道 生死輪迴的苦 天天地好好求我 往生西方极樂世界 講了半天 後來也沒用 又問這個小師傅了 為什麼講了這麼多佛法 他不提我 小師傅說 這兩夫妻是荷蘭人 聽不懂你說什麼 所以 因為印尼這個地方長期是荷蘭人統治的 那不像印度啊馬來西亞啊新加坡 我喊佛法說你不早說 害我白說了半天啊 我早知道河南了 你都不說耶穌基督呢 半說了半天沒聽得懂 所以這個有好處 他說我尊敬他他也高興 我對著床喊那麼大媽 他肯定很開心 就是這個很厲害的 各個房間都是這樣 都要跟我講 然後第二天嘛 第一天這樣 第二天回來的時候 我就拿著噴水槍 每一個房間就跟他們撒勁 每一個房間 撒勁啊 拿著熏煙箱 我的小香爐盆著 一個小師傅前面開路 盆著我的那個儲藏箱 我拿著撒水槍 然後每個房間啊 衛生間房間 全部都有撒勁 撒勁完了之後還不錯 包括海盪撒水房間 我們也都進去撒勁過了 但是他第二天早上都說 我沒睡床上 我睡地上的 其他師傅呢 還不錯 我問你們睡怎麼樣 還可以 今天睡的還可以 撒撒勁也有好處啊 但是我整個那一棟房子 就是鬼屋啊 哎呀 這個這樣子 所以在外面你看 我們在外面紅髮 怎麼都記得很清楚 海盪髮是教的 到哪兒房間 特別賓館或什麼 進去先敲門 敲門打招呼 啊我們來了來了啊 對不起啊 我們討住一宿啊 你別認為你付了錢了 我拿著房卡 這是我的房間 這是你的房間 進去看著你 這我們睡的床 他不給你安穩 那個的 結果雅教達人 我們幾天紅髮結束了之後 我們回到 又回到北干八路 北干八路是在赤道附近 這個地方距離啊 那個荊州當時的道場啊 只有四個小時的車程 所以這次去做法會 幾次彩虹都是在那裡現的 因為這次去印尼的法會 中心點是在北干八路 在那邊總共舉行了12天的法會 我們是在這個當中 又抽出來到其他幾個城市去 然後慧英法師啊 帶著他們好幾個法師 就在那裡拜梁黃燦 他們在 結束的時候呢 我們又回到那個地方 結束的時候就是彩虹啊 出了兩天 一直到這個結束了之後 我們又通過途徑 新加坡返回中國的時候 從新加坡轉上飛機 回中國的飛機 飛機剛升空不久 就在這個 剛要出這個新加坡的境啊 是讓我們中國這邊過來的時候 天上又現出了佛光 佛光和彩虹 所以這個表明著我們這次佛法的 這個非常的圓滿 我這一輩子第一次看佛光 就是這次 以前我在電視裡看到 那個峨眉山啊 包括我們去的雞足山 都有佛光 但是沒見過 這次我在飛機上看到佛光 所以法會結束之後啊 他有一種銳相 所以這次還是很那個的 但是為什麼我要前面講的那麼沉重呢 我是把我的這個感悟啊 告訴大家 但是只要跟佛法在一起 大家都吉祥圓滿 我們在印尼的時候啊 我們也說 擔心啊 因為什麼 印尼大多數回教徒 回教徒不吃豬肉的 所以那裡也不會有豬流感的 但是我們這個佛法興盛的地方 也會 這些災難都會退時 整個法會是非常吉祥圓滿的 我以前的這個雞足山朝聖 網站上那些圖片都已經出來了 文字都出來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 隨喜隨喜 本來那個朝聖也是 也是一種因緣 代表所有我們大家的一種 修行的因緣 大家可以修隨喜 好 我們還要唱歌嗎 意念蒼生琴 唱歌 歌曲 歌曲 歌星 歌曲 歌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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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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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在 现在这个世界 我们很多人只想 我的孩子 我的孙子 我的工作怎么样 这你陷在你个人的烦恼里面 能来寺院的 可以有福报的 但是孩子只是想着自己 有没有想想三个道 三个道是谁 三个道那么苦难众生是谁知道吗 是不是你无量节来的父母亲 是不是 我们只记得 我只记得 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孩子 那你生生世世的爸爸妈妈 所以佛法能解救 能够利益他们 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好佛法 古代的孝子 中国传统习惯里面 就一个孝子 他要学的 一个是医 一个是义 医可以看病 为什么 因为万一爸爸妈妈身体不舒服了 我能懂医 我能帮他看 医就是能够预知未来的 可以算 我的爸爸妈妈什么时候 有灾难 什么时候 命当中 什么时候死亡 所以作为子孙的 叫父母照不远游 这都是灾难 作为一个孝子来说 现在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大家要领悟的就是说 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一个有用的人 我们手里捧着的佛经 是无上法宝 我们归于三宝之后 我们要提升这个三宝 宝宝 到底是什么宝 宝到什么程度 我们要领悟的 像这个金刚经历说 如果金刚经所在之处 不须其他 只为佛的法身色役 此处极为有他 那个经典 佛的一句话 在这个世间都放大光明 佛的一个名号 都要利益多少众生呢 你说我们三宝弟子 那个佛法身三宝 这个宝我们也不要不要领会得很深入啊 然后你一具足了这个宝 你成为这个三界六道众生的救星一样 我们某个人都是好像都是医生一样 你抱着这些宝 给众生都能抱去快乐 让大家可以离苦得乐的 如果有这个感觉了 你这个人叫 世民发菩提心 一切如鲁有轻的痛苦 你不忍他们的苦 愿意要去帮助他们解救他们 这就叫俗敌的菩提心 就是菩提心的功德很大很大 中文是俗敌的菩提心功德都无量的变大了 都要比你赠得阿罗汉果的功德还要大 所以我们在这里 这个四句啊 这是大宝法王2005年6月的时候 由他心当中而现的这四句话 这等于是他老人家的福藏法一样 福藏法一样 这是大宝法王一首诗 善思 善思 如母众 难忍无量苦 意念苍生情 世事永不离 你看到众生的苦 你就会想做一个好的医生 那就变成一个有用的人 一个人呢 这个人活一辈子要有个基 所以古代人说这个读书 读书要发粪 发粪图强 难就难在发粪上 一个最好的老师就是能把一个学生的 这个发粪的这个提起来 就激励他这个一个发粪的心 那好了你不用管了 他好好学 他会好好学的 他不发粪你光教他 他都应付 他找不到学习的乐趣 他也找不到这个 为什么 目标 目的 没有目的的 学佛的人也是要这样 念佛求愿往生的人 就是要一个什么 厌离之心要生起来 要对娑婆要厌离 娑婆没有厌离心 极乐生不了 所以古道祖师讲 心厌俱足 对极乐世界的向往 对娑婆世界的厌离 讨厌轮回了 这样的轮回不要 我要脱离这样子的轮回 这样子才能成功 所以参离的人就是什么呢 起疑 一个好的善知识 对弟子启发他的疑点 他疑已经疑了 好了 小疑小悟 大疑大悟 就可以了 天堂这么一说 初发心 我们师父讲经常常说 初心必尽而不二 二心还是初心难 从初发心到成佛果 这两种没有两样的 初发根地菩萨所证得的 跟圆满成佛所证得的是一样的 吃海的一桶水和吃海的一滴水 那个味道是一样的 量不同 但是味道一模一样 两个比起来 是成佛困难还是初发心困难 初发心困难 两个比起来是初发心困难 初发心靠什么 初发心靠善知识引导 所以见阿弥陀佛困难 还是遇到善知识困难 遇善知识困难 如果知善知识 就像佛所讲的一样 如果你听到《阿拉第藏经》里面提到 如果你听到观音菩萨名号 那这个人离成佛不远了 观音菩萨代表什么 大悲啊 大悲视现人间的善知识 就是观音菩萨 不忍众生苦 化现成善知识的形象在人间 如果你遇到他了 那离成佛已经不远了 所以这四句非常的重要 发菩提心当我们在座的 特别是出家中 发菩提心修法当中 我们在座的很多局势 也都有大善根 也要发菩提心的 这四句有不共的加持力 《阅藏经》吉祥文 我们在讲佛法的时候 很多众生喜欢听 不仅我们在座的人 很多鬼都很喜欢听的 我们从来没有听过 从来没有听过 他要听过他也不会堕落到鬼道去了 好 我们一起来唱啊 我悉悉苦悉 为主众生哭 唯悉悉苦悉 圣骜自身的灵法旧世人 我悉悉生意 为主病人哭 一位平宗生 领法救世安 我心为菩提 舍财极其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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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然我修见御仪 长夜强尽尽 随方佛为证 领发旧事然